青茂厚岸行人天橋設計連建造工程 於8天在建設發展辦公室進行公開開錶 今次公開開錶總共收到14份錶書 其中一份因為錶書及文件沒有分開包裝而現場不獲接納 建設發展辦公室土木工程師王偉鵬表示 今次的工程是青茂厚岸落成啟用後的行人配套設施 並採用設計連建造開錶 扶手電梯以及隨直升降電梯 另外他亦都表示上述的施工地點為日常行車主要降渡 當局亦都會在施工前和交通事務局等部門溝通協調 和制定臨時交通安排方案 以減低工程對周邊道路的影響 而最長的施工期為430工作天 工程預料在第四季動工 首先 今天是消滅時間的 能源 有 劉